超犀利趴在23日连日举行了两天的演唱会 亚洲登场的五月天 特别将舞台布置成夏日风情的泳池派对 并穿上黑色西装霸气登场 不过手上拿的却不是乐器 而是金色排球 怪兽还故意搞笑说 我是没有吉他的吉他手怪兽 阿信透露之前他们在讨论这次超犀利趴 要留给大家什么内容 要如何找到心里的共鸣 就在网上问大家 要听经典歌曲还是垃圾化 结果90%都是投垃圾化 所以五月天也尊重投票结果 邀请歌迷来分享故事并点歌 我想要竞选到林依晨的表弟 他透露爸爸曾说 五月天一下隐退一下付出 觉得五月天在骗钱 马杀则优木笑回 我们没有隐退我们是走下坡 直接逗乐台下所有粉丝 实在是有过有趣的 我继续看 散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